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芬 昨天氣剛好還空氣冷了 然後所以昨天沒有視頻 然後今天天氣挺好的 我那個鈴晨的時候跟我朋友去 在這外面那個放了連奶石頭瓣 然後現在準備去跟他去搜一下 我朋友目前不想出鏡 而且他不想出鏡 因為盡量沒有拍到他 好 走 那我們現在準備出發 期待這個好幾天沒放石頭瓣 看看能不能收我好一點 走 早上就把這東西放在這個黑色泡沫車裡 現在準備給他收上來 看看這邊能不能貨多多 都是個海草 什麼情況 前面終於來火了 是個紅花姐 應該是火的吧 火的火的 感覺不怎麼飛 所以個頭是挺不錯的 有個半斤左右 還不錯 今天第一個紅花姐 先給大家安起來 來 上來這邊拉一看 什麼情況 來了一隻紅花姐又不來了 來了一個石頭鐵 想說因為一般都不喜歡抓什麼石頭鐵 它價格又便宜 而且又會那個 把蚊弄辣 抓它的話 要不必要扯我 不然根本裝不出來 來了一條黑丟啊 不錯不錯喔 剛剛不來我 這樣一來我就忍起來了 石頭鐵帶著黑丟來了 還不錯喔 大概有個相信一線的黑丟 繼續來啊 來 又來了一個紅花姐 這紅花姐感覺個頭不斷 還行喔 有接近二兩吧 還不錯喔 挺飛的 又來了 來了一個青鞋 不好意思 一個什麼螃蟹 好久沒有見到這個青鞋 還不錯挺飛的喔 這個肯定供的給跑了 這旁邊以往應該有給撤破的 這個是對線 科技工給跑了 這個我們這邊叫做黑母 肯定有工的 那次工的 竟然拋棄車是母的 給跑掉的 太沒良心了 這次還不錯喔 有個四五兩吧 差不多 因為這個青鞋都挺飛 更加這個黑母更飛 來我給它放在裡面 稍微拉看看 又來一次怎麼發現 有個四甲紅 這四甲紅感覺有點瘦 不肥 給它放了 有點瘦 太軟了 太軟了 終於又來火了 四個座子鞋 現在來的個頭都不同的 還不放 你是不是前面有人淹過 不管喔 這是還不錯天虧的 你問我連所有吧 就只能帶手 來啊 機器來火 又來了一個紅花鞋 哇 這個感覺個頭也不錯喔 看來今天 感覺紅花鞋也挺多的 看來這個機器紅花鞋又開始多起來了 還不錯喔 有個四年所有的紅花鞋 這是一個 來 來 先讓大家看看 來了一條石斑魚 還不錯喔 這還是紅斑 這個是我們移民的發財椅 在我們這邊睡之前的 別幹這麼一九條 這個紅斑那個很順 還不錯喔 一個四兩顆的紅斑 又來了一個四甲紅 回頭我們就給它帶走啊 吃起來好 哇 發炒了發炒了 四丁石斑魚 老大石斑 這肯定是羊織的吧 白方白是羊織的 會不會他們這個 我們把一彎發這個羊織山會 他們這個羊織山裡面 可以跑出來的 這是羊織山嗎 是羊織山 這個羊織山只有裡面 充滿羊織的 肯定是他們裡面可以跑出來 因為如果野生的話 他你看他這個尾巴 可能我先給他抓起來吧 他這個尾巴不會這樣 哇你看 見這個尾巴 明顯是他們 他們原在那個 衛肯裡面的 因為那個衛肯裡面的衣 他那個會被石頭給摸 你看給摸成這樣 他這個尾巴 山頓這麼多粗殺 人生都愛情 起碼可以賣個一兩百 見這個人石頭 不怎麼值錢 這條最多我估計 一千年就賣個五六十吧 價格真的差很多 但是也可以啊 現在應該有個五六千吧 挺爽的 可惜是他們陽神裡面 充電車的話 納身的發打塞了 誒 又來了又來了 這條黃雕 這條黃雕不錯 肯定有個一連心吧 挺大的 比剛剛那條黑雕長很多 這個黃雕也算是我們移民的化財魚 因為這個季節 黃雕黑雕挺值錢的 而且我們這邊本身的黃雕黑雕挺值錢的 跟別的還不一樣 我們這邊的黃雕黑雕比較好吃 所以它價格就比較高 還不錯哦 好嘞 拉完了 看來每次有貨都來的挺快的 這時候我來看看現在的重縮貨了 今天還不錯哦 意味著說它是一條 央似的石板 還有這些那個 一條黃雕 一條黑雕 跟這個紅花蟹 還有青蟹 做這些都有哦 那我現在趕緊發個朋友圈 看看有沒有人有 如果沒人有的話 只能拼一點賣給收尾老闆 因為人家收尾嘛 肯定要深一點嘛 哎 賣賣老闆娘怎麼發信息過來 看她說什麼 今天那個海帶多拿一點 今天玩的人還挺多的 今天呢 海帶很好吃 大家都很愛吃 這幾天要的人很多 明天你可以多拿一些來啊 哇看來那個賣賣老闆娘出來 那個呢 海帶也買得不錯 她說我明天多拿一點過去 好的好的 那我明天多拿幾代過去了啊 那希望咱們那個接下來 銷量更好 合作的更愉快啊 哇今天真的太開心了啊 不僅讓我燒到這麼多火 而且那個明天又有生意來了 又可以賣那個大賣一筆海大 走那我們再趕緊回去 看看車身體看有沒有人有 走 大賣一樂 現在我們已經上岸了啊 剛剛叫做魚老闆也過來收了 這個你看多少錢 可能就收了吧 這是不好看 一定都掉了 算五十八 行吧 五斤剛剛好 然後這個黑黃雕呢 一百吧 兩條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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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 好 這是零金六 那這是這個螃蟹呢 三五四八 兩斤 這紅棒應該幾千吧 三兩八 通通了 通通了 通通是八百三 收到的啊 簡單的那這次還好我幫你抬過去吧 剛剛那叫還有讓我們買了八百多 今天算是非常不錯的一天 不行了我們買了八百多 而且那個明天還有訂單 算是非常完美的一天 好了那我們現在準備回去了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了 我們明天再見喔 掰掰